新北市政府金发局为了提升在地的特色商品及美食餐饮商机规划举办2022 新北特色商品暨美食民店征选计划 借由征选活动及广宣行销协助提升品牌形象促进民众消费 有助于业者拓展市场的商机 而淡水区农会今年推出结合淡水在地相当知名的零嘴小吃鱼酥 并且与在地的特色农产品南瓜融入其中 推出护卫南瓜鲜味酥 希望以伴手里的方絮将淡水南瓜行销给大家 那我们这个护卫鲜味酥今年参加2022年新北市特色商品 一个那个美味网络投票 那目前我们是第一名 那我们这个南瓜鲜味酥适用新鲜的鱼浆 加上我们多重营养的南瓜 还有其他的一些面粉等制造而成 那我们这个鲜味酥讲究的就是它不油腻 不参加防武剂还有色素及香精等 那我们希望说淡水的那个伴手里面 我们这个那个我们的遗书是非常的有名 但是我们希望说加入我们这个南瓜这个盐素 它是健康的 让大家吃起来安心而且放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零嘴 让大家希望大家会喜爱它 农会表示南瓜鲜味酥强调不油腻 不添加防腐剂 不加香精味素等人工天味剂 就是要让民众不仅是吃到在地农与产的结合美味 更是要大家越吃越健康 而淡水农会过去将在地的农民所生产的南瓜 每一年都研发出一项特色加工产品包括了面条米粉等等 而今年迈入的第九年特别以淡水过去非常有名的 鱼酥结合南瓜可味希望创造不一样的新味道 那目前的话淡水差不多有50公顷左右 那连产量的话大概也有20万吨左右 那我们在这个对我们的农产品的一个那个销售量的话 大概也有2000万左右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包装加入我们淡水这个轻轨这个元素 而且我们这个南瓜系列产品也是我们跟我们那个捷印站 那个轻轨捷印站合作 将我们这些南瓜系列产品置入我们淡水一个保护礼盒里面 作为我们淡水一个特色的一个商品 农会表示目前淡水有50公顷的南瓜种植面积 而每年产出20万吨的南瓜 透过市政府农业局辅导 淡水农会研发多种南瓜加工产品 包括了饼干浓汤面食等多种商品 虽然现在南瓜季节已经结束 但是透过加工产品 更可以延长南瓜所创造出的食品生产效益 为在地农友创造出更多元的销售通路 而农会也希望借由金发局的新北严选特色商品争选计划 让大家来催出票选第一名的淡水南瓜鲜味酥 让更多民众品尝到不一样的新味道 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